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林超伟 24岁来自广州 是一名游泳教练 女嘉宾曾圆圆 25岁来自广州 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要来干嘛 我想解决 我们之间的一些矛盾 就自己拿走了 你说的是吗 对 这就玩笑吗 然后他吗 然后他就生气了 甩头就走 然后我拦也拦不住 就在那里大吵大闹 我觉得他就是这么想的呀 我觉得他就是这么想 才这么说的呀 他要是开完下 怎么不说把钱都拿给我呢 哪天真的中奖了 他就真的把钱卷跑 然后把我丢了 你真的相信这件事啊 你真的没发生吗 但万一哪天就发生了吗 天哪 人家想着中奖都挺高兴的 怎么他们俩想着中奖就 我怕他走嘛 我怕他走啊 还被什么幻想的事情闹呢 还幻想着 有一次跟他出去约会嘛 好好地在那里吃饭 然后他就突然就跟我说 有一天他生病了 需要快生 然后问我会不会捐给他 然后我就只不过犹豫了一下 跟他说我都说会捐给他了 然后他就在那里生气了 你本来 这是为什么呢 你本来就是他在犹豫嘛 他不是说捐给你了吗 他说捐给我又怎么样 他还不是现在还没捐嘛 他那时候犹豫啊 他干嘛犹豫呢 他那时候就不应该犹豫 他犹豫的时候 肯定就是第一反应 就是不想捐 要是真的哪天 发生什么事的话 他就是不会帮我 听明白了 就是说你其实希望他说 我要捐肾 你捐不捐 肾心都可以给你 满意了是吧 要第一时间 我当场就说 捐肯定可以捐 我的心都能捐 你可以好好地吃顿饭 你说过 对啊 然后呢 好好地吃顿饭 然后他捐头就走了 行行行 还有别的幻想吗 然后我那次跟他看一个 叫什么我的前半生 然后他就问我 如果像那个女主角一样 你老坤带着一个孩子 问我还会不会爱他 你好意思提起这件事呢 我都差点忘记了 你知道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吗 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根本就不会 想认识这样的人 如果是类药 像电视剧里一样 我根本就不会认识你啊 对啊 可是他这么说话 就是爱我爱得不够啊 你的意思就是 你跟一个男人生完孩子 结完婚之后 你带着孩子回来 他还得爱着你 是个意思吗 对 听明白了 就万一嘛 我的天哪 然后真吵啊 吵啊 肯定吵啊 吵个好几天啊 日又哄 晚又哄 总是在哄 痛苦吗 肯定痛苦啊 他有什么事情也不说 总是要我猜 他不对 他就在那里生气 比如说比如说 你说说猜的事 他那时候过生日嘛 然后我就特意找了朋友 给他 找了一家他喜欢的餐厅嘛 然后我还送了礼物给他 他就还是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上心啊 因为在我过生日的 前几天的时候 我都已经发过一个帖子 给他看 就是一个男生 然后为自己女朋友 准备了一个 从一岁到二十岁的生日礼物 我觉得特别有爱 从一岁到二十岁的生日礼物 对 就是一个小制作 然后我觉得那个制作特别有爱 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个礼物啊 这谁猜得出来 你发帖子给他 对 我发了帖子给他看 他也看到 他也知道我喜欢 就是你需要的是二十份礼物 是吧 就我希望他就是 因为那个一岁到二十岁那个男生是从 就写了情书给他二十封 那又用不上 那有什么好送的吗 那我就是喜欢 你就没有送到点上 我就是不开心 好好好 本来就好好过的生日 就过不下去了呗 对啊 我礼物都是已经叫朋友从外国带回来的 然后就因为这点小事 好好的生日 你到底送给他一份什么礼物啊 就是那个口红 不挺好吧 就是那个限量版的 不行是吧 我就是想要制作的那个心意啊 他就是没有送到 就好像就是没有用心地去送礼物给我 是不是他随时随地会闹事 对啊 反正总拆不透 有一次啊 他出去玩 然后手机又突然丢了 我就帮他回 手机到底在哪里丢 然后第二天我接他下班 然后他就说 你怎么这么扣 我到底怎么了 肯定扣啊 怎么不扣啊 我同事知道的第一反应就是 将他备用机给我使用 我记得你都有一个备用机的 你都不给我使用 我就不好意思提起来 我那个备用机 已经一年多都没有用了 我根本就忘记了 而且你就只是帮我找而已 你就没有那个行动 听明白了 手机丢了 我帮你想 在这儿丢 在那儿丢的 第二天去了之后 没事了 人生气了 为什么呀 你没给我买一支啊 是这意思吧 对啊 猜明白了 猜明白了 还能猜中一个也不容易啊 还有什么事啊 还有 还有 我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唱歌嘛 还带上了他 我就去等几首歌来唱嘛 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 哎 点那一首歌 然后我就一头望远的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首歌 然后我就回去想了 一晚上都还是想不出 他就说点那一首歌 那就是叫那一首歌 有那个歌吗 那天我真的超级伤心的 因为就在KTV的前几天 我跟他在公交车上面 已经听过那一首歌了 不是 那一首是什么歌啊 喜欢你 你不就行了吗 可是我说的那么明白 就没有默契了吗 没有意思了嘛 你知道女孩子都喜欢浪漫的 就喜欢那种默契感 然后他甩脸就走 然后还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傻 然后他走了之后 手机也关机 微信也不回复 我真的 我真累啊 对 理解 理解 真的很累 确实发自内心的话是吧 对 这个恋爱谈得很累 看KTV的时候 他把我一个人落在那儿 自己一个人跟朋友我嗨去了 我难道不甩脸就走 平时他就老爱在那里 小题大做中 是爱找事 跟他交往了两个月 我就跟家里人说女朋友的事 然后后来我还带他来我家吃饭 吃完饭之后 他就看了我跟我妈的聊天记录 然后他就说我妈 怎么把他名字也打错了 打成叫高圆圆 他说 然后他就不开心了 我妈四五十岁的人 打错个字不就很正常吗 说不能谅解一下吗 对 你为什么不能谅解一下呢 那本来就是嘛 那打错的字肯定要第一时间纠正啊 他作为我男朋友 没有第一时间纠正我觉得他就是对我 不重视啊 就是不够待遇我 他心里想的是高圆圆 而不是你 对啊 而且万一他习惯这样子以后 无论是我的名字还是我的任何事情 都是这个样子 都不重视的话 那以后我们长期在一块的话 那会很大问题的 这怎么可能嘛 而且他还经常看我微信 然后我是教游泳的嘛 然后他一看到我 你是教游泳的啊 对啊 教别人游泳嘛 教小孩子 然后他一看到我有那些 什么小孩子 新的女学员啊 他就立马不高兴了 有一次呢我在上课嘛 手机在旁边一直在想 而且我在水里面 我怎么上去接电话里 然后我一下课了 打电话还要过去哄他 我那时候真的想死的心都有啊 别别别别 你那个比较危险 泳池边 就是不理你了呗 对啊 又要哄他 又不理我 这干嘛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 我是他的女学员 然后他现在身边那么多女学员 我肯定就是不安心啊 所以我肯定就是害怕 他的女学员里面 也会有其中一个 今天是女学员 明天就是女学员了 而且我都已经跟他一个一个地解释 我今天要给哪个学员上课 对吧 而且我如果不工作 我哪里有钱挂 家里又不给钱我 对吧 然后出去买东西 你又大手大脚的 一种款式你要挑好几种颜色买 那你不阻止他吗 我就劝劝他了 劝劝他 他就单场在那里吵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非常累 我觉得我全部的精神和精力 都已经用在他身上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我觉得男孩子陪女孩子逛街 就是要哄女孩子开心啊 就是应该的呀 一个款式买几个颜色的话 就是因为我对那个款式喜欢的 我觉得千金男买心头好 就是喜欢就是得得买 累啊 累 跑 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我越来越觉得谈恋爱 真的是要找一个三观 相合一致的人谈恋爱 就是真的男生 他的三观我不理解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就更别谈相合相投了 接下来我来问问女生 你是不是觉得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要围着我转 我是公主 你有这个想法吗 够坦诚 所以这就是女生身上的 很明显很严重的公主病 所以如果做这样女生的男朋友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做 能有足够的承受力 来忍受得了她这种公主病 公主病非常严重的人 无非就一个特点嘛 作 你不是看那个《我的前半生》吗 这个电视剧之后 马依丽接受了一个采访 她解释了一下这个作是什么意义 她说作女就是 理由不充分地折磨别人 最后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你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明白 所以你觉得所有她刚才表述的种种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是有意的 还是你到现在都觉得我没觉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就应该这样 我就是觉得女孩子就应该让女孩子开心 好 那我最后劝你一句话 嘴上的承诺是最不靠谱的 会有那样的男人花言巧语把你哄得团团转把你捧为公主 但是到真正发生任何事情发生问题的时候 她真的就是那种的把你扔了 好的人 女孩子在成长 见识要打开 眼界要开阔 格局要打开 如果你真的一直都处在这个耳听爱情的年纪的话 你早晚有一天会被爱情商的遍体鳞伤 我只能劝你到这儿 因为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去调整和改变的 至于男生我想说的就是 认真地对待一段感情 认真地付出 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好吧 谢谢 女孩我想跟你聊聊 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一两次吧 也是这种模式吗 对方的反应跟他一样还是不一样 都差不多 除去跟他谈恋爱 你自己你是有工作是吧 工作忙吗 一般 不忙的时候干什么呢 就会想起男朋友 除了想他还干点什么 就是找他游泳 是你喜欢游泳 还是喜欢和他一起游泳 本来是喜欢游泳 后来就喜欢上他 那现在自己还游泳吗 很少 我给你建议吧 很多你是假想敌 你所有做出的那种假设 其实反映了你 我觉得是有一些内心的自卑 或者是空虚 多交一些朋友 多培养一些兴趣 不要一门心思都在他身上 你再爱一个男人 也要留出一些的爱自己 而且要先爱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 让自己充实起来 这样你就不会在他身上 花太多的心思 假想一些状况 不要看他的手机 多看看自己的手机好不好 有自己的朋友圈 男孩呢 理解一下女朋友 我猜或多或少 你跟他沟通的方式不对 甚至是沟通的内容不对 有可能有些事情 其实是你可能在他身上忽略了 他在你心里 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 可能有些应该注意的事情 没有注意到 他增加了恐惧 可能也反映出 你对他不是那么上心了 所以他在要你的关怀 各自调节一下 你多关注一下他 他多关注一下自己 也许会好的 女生 你为你的容貌打得二分 七分吧 也就是说 你并不具备不俗的容貌 对吧 你有非常好的学历吗 没有 那你凭什么是公主呢 就是 就觉得自己不开心 就会想要开心 你老是说默契 我发现那个默契 是你想要别人 想你心里的话 而真正的默契 是两个人想到一块去 你有没有想过 他心里在想什么 没有 所以 其实你那不是默契 你那就是折磨人 聪明的女人 是希望活在男人的心里 而不是活在一个男人的掌心里 一个人 男人一天到晚用手拖着你 这一百多斤拖久了也会累的吧 所以靠男人的尊宠过日子 总有一天会变成花架子吧 等到哪天 他要是真的又碰上一个女学员 比你漂亮 比你温柔 又比你善解人意 你说他为什么还要选择你呢 难道真的人生的价值就是为了苦中作乐吗 你就是一个平凡的女孩 那既然是一平凡的女孩 还是那句话 第一 找回自己的平常心 让自己有事干 其次 别把别人的爱 当成是尊宠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 他一定是你宠出来的 我告诉你 你说是不是吗 没有你的步步退让 没有你的哀声叹气 他能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越是在一个女人面前感觉到 哎呀你虐我 我好难受啊 同时脸上又表现出一种 哎呀我好享受啊 那你最后可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你的底线在哪里呢 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所以有的时候 即便是爱人 也要小以颜色 不能让自己的爱人 给他好好的生活中引导的人 其实也是不负责任的 你说呢 女生 那个电视剧里面演的很多东西 有没有 有 但是唠不到女生上 那绝对是个小概率事件 你发现他不是这么的人 是吧 所以曲作有个分析 我是同意的 一开始你听他 就是女生挺作的 这个一定要调整 一会儿再说 但是有一点 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 男生可能某些地方 确实忽视他 所以他才会那么 反复地强调 我的存在 我的存在 所以你也别光含冤 有些人本性是作的 那很简单 受不了是吧 跑 到了一年还没跑 那是为什么呢 咱们 我 пер地 三 你 我 感じ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来 请关门 Zither Harp 说爱我